有看到網路上有在流傳一種說法 是說這個口服抗病毒藥物很高貴 只有中重症的個案才可以使用 那這個完全是不正確的 所以跟大家做一下澄清 現在這個口服抗病毒藥物 我們總共採購70萬劑 萬人份 那這個是使用 最主要就是用在無症狀跟輕症的個案 所以並不是到中重症才要來使用 反而是給無症狀輕症的個案 那根據這個臨床的評估 它符合有65歲以上 或是我們先前有公布過 這個13種的重症高風險因子 比如說有糖尿病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有這個BMI超過30 或者是有抽菸的 這些過去的記錄等等 就是符合我們可以來處方 作為高風險因子的這個依據 那醫師處方就可以來使用 那不用等到中重症 實際上中重症發生的時候 是要由醫師來評估 最適合的各類治療藥物 那大家看我們每天的手版 也會看到說多半那個醫師 可能評估之後會使用的是 瑞德西韋這一類這個針劑的藥物 當然少數的情形也是可以來使用 這個口服的這個莫娜皮拉維 那另外也有這個其他的一些 像單株抗體等等這些藥物 會是這個變異株的情形 再來做一些可能的使用 那另外也有一些像類固醇 或者是免疫調節劑等等 也會是情形來提供 所以重重症 事實上很少會有機會 會使用到扣服抗病毒藥物 應該主要還是給 無症狀輕症的個案 來在早期的時候來投藥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川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